而在16号下午现场徐政卫也趁着议会总执行结束就来到了寿丰乡视察多项基础建设 针对需要改善部分来进行检讨也希望尽快提供民众更安全适性的生活环境 我跟现场报告一下 花莲县长徐政卫16号下午协同建设处以及在地村长一同前往寿丰乡视察多项基础建设 而第一站是前往了华山八县 峰里村 中山路针对路面品种问题进行检讨 今天趁议会总执行结束下午到这个地方上来看 我们有一些是必须要赶快改善的我们的路面道路 尤其是在有几起的事故发生后 我们更仔细地来检讨整个路面的状况 当然乡公所也有报一些前站的计划 但是连续几次都没有被核定 所以县政府希望能够赶快及时解决乡亲的这个道路 用路安全的问题 紧接着又前往了平和村中华路二段90巷附近区域 视察当地的排水沟设施 希望能解决过去村民一道迅奇的吉岩水之苦 县长徐正伟表示虽然乡公所承包前瞻计划为或中央核定 但县府将会抑注经费经费经会改善乡亲的用路安全 并且改善乡亲的拥入安全 更新老旧的民生基础建设 提供民众更安全适性的生活环境 记者许立琴收风向报导